在最近的半年 大家應聽得太多的是 英國有能源危機 在最近的半年 大家經常都會聽見 歐洲、英國等地方 無論是氣體價格 而電力供應 價錢都大幅上升 只是快買壓價 大家會見到對方新聞說 英國的能源價格 Classic 少 period 餐廳的電費單 bulun會上升 600% 今次真的是要討多秘持比卡超 否則哪裏穩定 在能源價格不斷上升的同時 有沒有公司受惠呢 我們一齊看看 在2019年大疫情流行後 能源價格因為需求下跌而跌得很低 曾經試過其有跌到負數 當全球開始慢慢開關回復正常後 對於能源需求上升 與此同時 烏克蘭和俄羅斯打仗 導致能源供應減少 再加上美國在這段時間大幅印銀子 導致百物騰貴通脹上升 導致電力價格和氣體價格不斷上升 在股票市場不穩定的情況下 但是如果想對抗通脹 同時又可以抵消能源價格快速上升 有沒有投資工具可以用 以下跟大家介紹一間公司叫做National Grip 它是一間英國公司 同時間在倫敦交易所上市 亦都在納斯達克交易所上市 它的股票名是NG 國家電網 超過7216公里的架空電纜 2551公里的地下電纜 以及超過347個變電站 簡單地說 National Grip 基本上是英國 跟它能源劃分 其中7成是跟電力能源相關 3成是跟氣體相關 然後跟大家看一個 五年期的複合增長 由2022到2026 那就預期複合增長 每年資產來計 6-8% 每股盈利增長 5-7% 另外希望每年的派息都會增加 另外有一件事 大家可能會留意 無論是香港的電力公司 還是英國的電力公司等等 那就都會有一樣 叫做准許回報 這個都有一個上限 例如國家電網來計 它的准許回報最高 4.25% 雖然它現在提出 想未來4.96% 未來5年 而在美國那邊 大家會看到明顯高很多 由8.8%到9% 而New England 就去到9.6% 9.7%等等 這個核准回報 跟它的投資有關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看到 電力公司在維修 保養 和投資新項目 這個就會計算你的總資產 這個總資產的投資 就可以用來 將來調節電費的根據 你投資的錢越多 你將來就可以加電費的機會 就越高 因為很多時候 電力公司是靠這個 去增加它的收入 就是不斷提升它的投資 而在未來5至10年大家都知道 全球都趨向零的碳排放 因此之故 很多公司或者電力公司 開始著手新能源或者環保能源 亦都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給National Grid去投資新能源業務 在2022到2026年 大家看到了 它的資金投資 可以去到300到350億英鎊 這個數字一點都不少 大家可以看到 對上一年它的資金報告 無論是電力傳輸 電力分配 或是氣體傳輸等 都有上升 另外唯一跌的 就是在紐約 Operating of profit 跌了2% 但在紐約 就增加了12% 大部分都上升 是一個不錯的回報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收入 除了2020年 疫情來的時候 經濟活動停止了一段時間 其他基本上 都有上升 或者維持穩定 而最近一年 開關 那就全國經濟活動上升 大家看到它的盈利收入 大幅增長了很多 其次 作為電力公司 某程度上是公用股 大家對它的派息 一定很關心 它由2002年開始到現在 差不多20年了 基本上每年派息 都是上升的 有上沒有下 除了2019到2020年 這一年裡 由於政府要求 不能派這麼高息 所以它派少了 但是之後 它終於派回 大家不用太擔心 大家可以看回舊底的數 基本上 它派息長期都有4-5 有時會再派高一點 如果你看到 它派息去到股價6-7 那就很划算了 因為它派息 過往通常都有增加 你就不需要太擔心 另外大家留意到 為何它突然之間 今年業績大幅提升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 在英國和挪威之間的 北海連接電力 就打通了 這個價值16億歐羅的北海電艦 連接已經在今年開始營運 那就開始增加收入了 大家會留意到 即使能源價格成本上升 但是作為National Group 收入仍然會上升 因為很簡單 因為你的能源價格上升 它就加電費 加電費自然會收入更加多 另外在今年5月 在全年業績報告中強調 National Group一直重新它的資產定位 開始更加關注電力 例如 在今年度有一個重大的交易 涉及收購英國最大的電力分銷商 Western Power Distribution 同時間同意出售 在National Group Gas 的60%股份 投資者對這個舉動很支持 它的股價今年曾創下新高 因為公司就由天然氣 轉往更多的電力供應和傳輸 在未來十年的發展 電力的需求會越來越高 例如電動車的發展 市場上只會越來越多的電動車 同時間環保能源的目標 即是減碳能源的大目標方向下 太陽能、風能等等不同的環保能源 會投資越來越多 換句話說 對於電力公司的回報收入 間接來說就越來越多 因為你投資了的錢越多 你就可以加更加多的電費 電力公司其實是一間屬於少數 在通脹情況下繼續賺到錢 甚至乎受益於通脹的公司 大家看到在去年通脹這麼厲害的情況下 National Group 的稅前盈利也增加到16% 達到30.59億英鎊 其實很誇張 National Group 跟其他大家認識的電力公司 好像有些優勢 第一 它有一個很好的戶城牆 基本上你要進去做電力供應的門檻是很高的 沒有什麼競爭者可言 第二 你有一個叫做准許回報的上限 換句話說 你每年投資的錢足夠 那你就基本上可以貼著你的回報上限 在香港兩間電力公司 大家應該都有印象 一樣是有類似的政策 所以它們會不斷投資新的項目 再加上它走對方向 接下來再發展好些 環保能源和電力 開始慢慢fade out 氣體 這個對公司的發展會更加好 總括來說 英國國家電網在防禦性行業處於有利的地位 它的資產在可預見的未來需求將會增加 大家剛才看到 它在未來四至五年的投資都很大 當然 作為公共行業的服務供應者 如果有什麼投魂申興 供電不正常 它們都會被罰得很甘 所以在這些公共事業裡 如果有什麼錯誤或者停電 令到數二百萬計的人斷電 就會有很大的懲罰 這個懲罰的銀碼都不會花 然後就到說風險 如果有惡性通脹 導致經濟衰退 既然經濟衰退 就對於電力或者氣體的需求就會下降 它的收入就會下降 第二 如果美國大幅加息 大家就不會買這些 只有四厘到五厘的公用股 因為如果我買美國國際兩年 都可能有四厘的話 我為什麼還要買股票呢 如果美國真的大幅加息 資金會流出收息股 大家看香港那些就知道了 另外 如果大家看看新储在英國還是香港 如果你用不同的貨幣 就會有回律風險 大家就要留意 現價界是不是很便宜 我覺得是普普通通 如果它的價錢跌了一些 有五厘多的話 那也是一個中長期投資的目標 但是如果它不跌的話 大家就要預期 究竟它下年是不是業績會大幅增加 所以才值這個價 作為與通脹同步的公司 National Group 算是其中一間 通脹上 它基本上都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如果大家有時間 又想買一些中長期收息股 可以留意一下或者研究一下 這集英國收息股 就說到這裏 下一集再跟大家說 其他不同的公司 拜拜 拜拜 MING PAO CANADA